好 我们大家请合掌 那摩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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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释迦牟尼佛 圣圣唯妙法 百见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魂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道心之启发 各位比丘比丘尼 各位撒弥撒弥尼 各位居士 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 请发掌 那我们 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谈昨天提到的道心的启发 那么上一段讲次呢 我们首先建议 对于这个修道 你都已经来出家了 信心是不能动摇 接着就对于你自己 所面临的境界不迎不拒 那么当然不迎不拒之外呢 你也不可能说 这个完全没有动机 好像说你有时候还是会被逼着去 人家要你要去选择 这个所谓的选择 其实有时候不是别人 是你自己这个要么就起业障 要么就是自己的 这个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姻缘 这个时候你要看的是 什么样子对你自己才有用 那这所谓的有用 我举了一些例子 这些例子主要就是 对你有特别的 这个困难 特别的这个强迫 特别的无理的 其实它是特别有用的 它往往是包装成这样 因为你有过去的姻缘 那这个姻缘呢 可能是善的姻缘 这个善姻缘呢 他要给你之前 他一定先要考验你 所以他会用很糟糕的 很没道理的方式来出现 这是很特别的 往往我们就是赌面不相似 所以你看华华会上忍辱先人呢 他是以这个 要做我的奴仆 无言无倦 也没什么道理啊 那也不过才求一个四句计 那释述 那释迦佛呢 就得要舍弃王位 妻妾 来追求 他看起来是不成比例 而且好像也没什么道理 那这就是呼应信心 第一条的信心 那第二条的不拥不拒呢 其实只是安顿而已 第三条 第三个条件呢 找寻对你最 最有挑战 看起来最没道理 当然最没道理里头是要有什么 要有佛法的啦 不是说跑到外道去 或者说变成是这个贪真是违犯戒律 当然这这还是有个前提的 我没有我没有符合这个 这个不符合戒律这也是一种考验 这不是的 戒律跟政见还是有的 但政见跟态度是不一样 你蔡云和尚他怎么可能没有政见 但他的态度看起来让你觉得 哇我好像很难接受 或者是一般人觉得很恐怖 外面就有这种传言 当年我还在读书的时候 就有那个出家人跟我讲 哎呦那个蔡云和尚你要小心哦 他怎么样怎么样 这样子 但他不会有人批评他的政见问题 他可能态度啦对人很凶啦 或者是说很很难很难相处啦 这样哎 这个是态度 但是我们想想看那秘勒日巴尊者 他师傅跟他讲说那你 你当时来你的穷小子 你人家都是拿经营各种物质来供养 那你来拿什么供养 密尔日巴对于他的老师 那老师还是在家人 马尔巴上司 他是一个商人同时也是一个翻译师 也是一个修行持有者 很特别他扮演三种角色 那他就用商人的角度跟他这样讲 那这样跟他讲的话呢 他说我虽然没有这些金银财宝 可是我用罪 他当然没有讲这个罪怎么样 但是他说我用这个牲口液 我来供养师傅 我说哦这样好啊 那就他就带他到这个山上 一个山坡 一个可能一个山 山海那里 他就跟他讲 也没有任何准备就跟他讲 那跳下去 他就很怀疑啊 然后他上司就跟他讲 那你不是说牲口液供养我吗 那牲口液是我的啊 那我就要跳下去你还什么怀疑 像这样子的话并不是邪见的问题 也没有破戒的问题 那显然是一种考验 他就跳下去了 摔断腿了 三个月当中呢 这个医疗不是很发达 三个月当中 他的上司都没来看他 这也是一个态度问题 相处的问题 很不敬人情的问题 往往山之士在教你的时候 他往往是用不敬人情的方法 他越看得起你 他就是越用不敬人情的方法 是这样 他越经历 越用在你身上的话 他会越盯着你 基本上都是这样子 所以他是用反过来的 看起来不理他 连那个师母都很 都出了怨言 他说 我们上司好奇怪 对这么好的徒弟既然没有照顾 三个月都没来看他 后来好像三四个月过了 他好像快好了 快好了 他住的拐杖过来 那师母就说 对嘛 我说上司毕竟还是慈悲的 还是有来看 过来的时候 他就跟他讲说 你还活着 你还活着 他就走过去 拿了那个拐杖 继续把他讲 用力的再打 再把他打断 再把他打断 他只能在床上哭 他真的有哭 他觉得他不晓得 但他哭不是说 我遇到一个疯子或什么 他不是 他说我业商不晓得怎么重罚 需要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监视 监督跟挑战跟要求 他是这样讲的 在传记上他的 他的歌是这样唱的 修道歌是这样唱的 歌大概就是一种记子 就顺口这样说下来 但是事后 事后他描述了这件事情 他当时他是哭 所以 这不是什么证监或犯戒 他也没有杀人 但是最后他甚至叫他用 用黑法去杀人 用黑法去杀人的话 后来他当他是视线的一些神变 让他杀的那些虫子 人都活回来 除了这件事情呢 是考验他的第一条细心以外 他并没有在斜见 资见上面 让他有所怀疑 或者戒律上有什么怀疑 那个类似的故事 其实更简单的是有一个是 钢波巴 钢波巴大师呢 他第一次 他是持戒的人 他第一次遇到他的上司 我名字忘记了 他也是跟他讲 来吧 你先把这个秦柯酒喝了 这样喝酒是小戒 他还是要他喝 他还是喝了 他有喝 不像我当时我没有喝 不过我 我不太会喝酒就是了 他们藏人大概都会喝酒 他就把他喝了 像这些呢 都是随 在什么 信心跟随顺 信心跟随顺 唯有信心跟随顺 这个 师父也好 或者是 教导你的也好 他才能从他的行为 他的教导当中让你获利益 获利益的人呢 不必然跟师父的 修行水准有关 不必然 不必然 你当年 忍入仙人接受 这个 割力王割结的时候 割力王是一个愤怒的国王 他也没有什么修养 他嫉妒 但忍入仙人呢 只是借敬修行而已 所以修行人 他在信心跟不赢不拒 这两件事情上 他综合运用起来 就是你要对佛法有信心 对上司有信心 也要对你的修行 选择有信心 不赢不拒呢 包括了你遇到谁 你不赢也不拒 所以他其实是很综合在运用的 他不是单一 一个形式在运用 一般我们对不赢不拒 或许我们会觉得说 我们遇到什么环境 我们不赢不拒 那到了第三点 说选择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会认为说 那我选择 我就可能我选 我认为佛法好的啦 什么讲经说法啦 或者是我跟我 跟我教 跟我教法相弃的啦 什么 那都不对的 你有什么教法呢 你有什么性格 就是你那个性格 来让你轮回的 所以说灭日巴当时追求佛法的时候 他就是说佛法好 那谁有佛法 我就信仰 我就追随 我们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像 灭日巴那样子 但是那态度是这样 所以到了 不赢不拒到了选择的时候 那个选择事实上是不能用自己的角度选择 也不能用自己的好恶 甚至不能看他的年轻不年轻 菩萨界有有说到啊 那个是那个法师啊 比你还年轻 小智无德或者是非种姓 非种姓就是非高的身份 那我就看不起他 所以说世尊呢 剃度在僧文教法当中也视线这样 他剃度优婆离尊者先剃 优婆离尊者是个剃头师 是一个下贱人 不是下贱人第四种 这个守陀罗人 守陀罗人之外还有一个第五种 下贱人 那个是在四种姓之外 那 先剃度了这样子 然后接着还剃度那些公子王公 他的什么表兄弟啦 这一类的 唐兄弟 那当然先者先坐后者后坐 后来剃度的就要公敬 前面 其实差不了几天 甚至差不了一个月两个月 一年两年都差不圆了 而且他还是贱民 但优婆离尊者后来是持绿的传持者 同时呢 没有一个弟子可以轻视他 因为大家在第一条上就是信心 顺性这个世尊所教 所以呢 他就是要尊重 尤婆离尊者 一样的意思 类似这种情况呢 在今天呢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遇到 可能我那个师弟啦 可能我那个 我师父拍下来的那个老师啦 那个我 他又没读佛学院 他是 他小学毕业而已 他算谁啊 我跟他 以前不是玩在一起的吗 我们不是认识吗 他凭什么教我 就要类似这样 这都是一种选择 所以说到了第三个选择的时候 其实是 跟不迎不拒 跟信心是相结合的 他不是顺自己的意思 世间人说 你要选一个 你喜欢的工作啦 你做得愉快 当然有啦 世间人也是有这种情况 但是这个有什么好 有什么好觉得赞叹的呢 没有 当然 倒过来说啦 世间也不是在修行 世俗人也不是在修行 确实是他要安顿 就是要选一个他喜欢的 免得在那边烦烦恼恼 大家都麻烦 对 世间法是这样 出世间法就是要颠倒行 你不颠倒行的话 那你就在世俗里头啦 像这样子的话呢 要去实践 那 理解这样 才到了第四项呢 这个 你才有办法在 从信心不拒到 这个 顺佛法选择 不是顺自己选择 之后 你 第四个 你要 能够接受一切 那就在 就是 接受你的选择之后 你要接受一切 选择之后的结果 这理由当然啦 是有生灭相 是有的 生灭相 也不是因为我自己情绪怎么样 也不是 是佛法怎样 才有生灭相 那 这当中呢 你不同时代 不同时期所认知的佛法 会有不同的 产生不同的态度 所以那怎么办 所以你一定要向古德学习 所以 所以咧 这个 我们的道心课程呢 就是 导引这种 集结这种古德的态度 所以要跟古德学 不然你 就按照你不同的时期 有不同的佛法认知 那都是你的认知 那不会有提升 增上 加强的功能 不会有 不会有这种功能 所以必须怎么样 必须要有这个 这个 有个 有个 有个影像 我们讲叫典范 要有个典范 这些典范 那不是以什么周边世间人啊 什么 看什么张老师啊 什么什么 网路上面那些 乱掰的那些 什么 什么这个 心灵鸡汤 佛法鸡汤 这种是很颠倒的 而且那些都是那些 没学佛人想象出来的多 汉传佛教呢 自古以来就有这种东西 编造佛法 编造的想象 最严重的就是那个 帝子龟 帝子龟他不是佛法 他甚至违背佛法 相当多 他甚至违背儒家 都很多 这让他仔细看的话 非常之严重 那他是一个为了帝王统治 方便以道德 跟所谓部分的 部分的传统 似是而非的见解 包装出来的 他的核心目的就是建构 帝王 稳定统治所用的 但是他用道德包装 非常糟糕的东西 那个 什么讲孝顺那时候 都是用威权的方式在讲 那不一样 我们今天在讲说信心 不赢不拒 他不是因为威权 我们从来就没有从 他很高 他是你的父母 他是你的血缘来源者 所以你要怎样 从来没有这种逻辑的 参与和尚也不是我的帝度师父 他也不是我的父亲 也不是谁介绍的 都不是 我们唯一的威权就是佛陀 那就是佛教 佛陀所说的教法 你需要做是辩明 这个佛教的本意 他要怎么做 他要怎么做 注意 区隔你自己的颠倒见 你自己的颠倒 愚痴 然后你编派说 这教你的人没道理 你就编派这种道理出来 蔡云和尚用一些 比如说我站在怎么样 他骂我 他笑我 他叫我闭嘴什么的 这些 并不是因为 我 我我我仍然没有任何的 这个这个 愤怒或想要逃开 理由并不是因为 他是他是上司 他是在血缘上最高 所以我去做什么 不是的 是因为背后有佛法 所以他都不是因为权威 不是的 但是有很多 包括近代 受 在戒严以前 已经 已经受教 受好教育的 这些 讲经说法的 好不好 长老也好 他都很可能不小心的 用的是一种权威 你仔细看 像广青老儿上 他虽然书读而不多 恰恰好是这样 他的开示当中没有权威 他不会因为他是谁 所以怎样 或者是因为什么关系 所以怎样 然后呢 在 廉师大师呢 也提到了 还有一部 《伟大伟经》 父母恩仲南报警 《大伟经》 《厚厚一本》 完完全全是儒家编造出来 他是很高阶的编造 从廉师大师开始就已经说 那是个《大伟经》 大概就是义光大师也说 他义光大师说得很明白 他说什么叫孝顺 孝顺不是 不是早上跪 晚上跪 然后呢 在那里做孝子贤孙 叫做孝顺 佛门的孝顺是 度父母往生极乐 才叫孝顺 自己该修行就去修行 度众生就去度众生 这才叫孝顺 不是用儒家的那一套 然后甚至于说 这个父母就是 八弟的菩萨 那是瞎掰的 不是那种说法 菩萨不是让你那么容易评比 但是父母需要尊重 需要报恩 他就是你这一世的恩人 这点无庸置疑 不过是恩人不是恩人 那还不一定 有的看起来有恩 但是有恨 有过失在里头 更多的呢 其实不少 那没有办法 那是互欠 所以说儿女父母之间的关系是 是一种欠债还债的关系 他当然也有恩义的关系 但是他的连结是欠债还债的关系 所谓什么虎毒不食指啊 这是虚伪的说法 虎毒是食指的 很多动物本来就是要吃掉自己 那个败坏的 活不下去的 无法无竞争力的后代 对他来讲那是生存的方法 也是资源缺乏必须要的自然反应 但是呢儒家为了要建构一种伦理关系 在周朝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的神性信仰 也没有超越的性格信仰 他是没有的 所以他必须要建构配天地伦理 哎呀那个太阳那么大 星星那么小 月亮那么亮 星星那么暗 所以呢宇宙之间本来就会有不平等 本来就会有先后大小高低 再来就是因为 孔子他是儒家的后代 他是理官的后代 理官是为谁服务 是为帝王服务 帝王是过什么用呢 就要排之论背 所以说华人在死亡 祭祀这件事情是尤其注意排之论背 因为帝王一死了之后 周边兄弟姐妹 束手在外的那些姻亲 直属的兄弟等等 就回到中央王朝这里来 来祭祀 这个时候他就需要透过一个排之论背的先后 来展现权力义务的前后 那是为了要巩固一个统治权的稳定 所以他有一个特别的理官 他用这种方法来暗示 来限制 来展现 权力义务的合理性 本来人生下来光溜溜的 谁大谁小啊 但是呢 先出娘胎的大 后出娘胎的小 像这种情形在西方没那么严重 在东方透过了理教的 这个所谓的道德为民 所建构出来的伦理关系 就根深蒂固 那么这个在古代没有什么不好 因为古代的战争成本太高 你随便一个兄弟闹强腻的话 那可能就名不了身了 所以他比较起来用这种方法 至少求得一个相对容易的稳定 相对稳定 但他即便是看起来没有一个超越性的道理 也没有因果写 没有一个因果上的道理 所以所谓的血缘 不过就是一四的因缘 建构起来的关系 他不等于真理 但是他等于恩义 人缘之间应有的一种恩义 恩义也符合行菩萨道 你应该要报恩嘛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当他成为道德的唯一条件的时候 那就很可怕了 请问你的母亲你孝顺 我的母亲我孝顺 那当我要孝顺我的母亲 你也要孝顺你的母亲 那我要不要抢同一个面包的食物 每个人抢起来就非常有道理 因为每个人都有道德的背景 我是为了我母亲 他也他为了他母亲 所以你杀死对方的母亲 就变成很有道理 这就是杀戮不断的原因 是这样 他也在增长 再来我的母亲我的父亲 我的祖父我的祖母 那你的祖父你的祖父 你要分你我 他就是什么 人我不平等的见解就非常强烈 而更糟的是他 他却又以伦理道德做包装 结果呢 这就是所谓的 如骨佛皮 很多很多的佛教徒 他是如骨佛皮的 他骨子里头的是这种家族 我职大我思想 嘴巴讲的叫做什么 十杯杜众生 完全瞎扯 这种情形没办法 也不好骂 也不是说要骂他 是因为儒家影响 透过帝国 透过科举制度 透过这种大的建构的方法 所有的文人都是社会的精英 他能够在社会 他能够被国家重用 层层重用 他就等同社会精英 精英呢 他们互相是相互取暖 就像那个打疫苗 打疫苗呢 没有一个西医敢公开反对他 极少数 为什么 因为当医生的 基本上都是社会胜利主 而社会胜利主 就在这个社会建构的组织之下 的获益者 这些获益者会互相支撑 这个获益的系统 获利益的系统 就像现在 为什么西医的那个 那个什么呢 采购权 国家的所有的医药的采购 或者是健保的 大部分的资源 通通掌握在西医里 因为那时候他们的利益 没有办法 人类就是这个样 这就是极乐世界 才能够彻底毁破这个东西 不然在有限的资源 你又要用有限的手段 当他掌握这个手段 他不会放开的 是这样 中医法的法律条文 是由西医去修正 修正完了之后 中医就差不多要灭亡 他用西医的那套辩证 来要求中医的辩证 中医的辩证靠心灵的修养 看每一个人把脉 当中是你的毒素 你能够读出来的新的能力 来读人家的脉 他不是拿个机器在读的 所以他无法单独的客观 他要求是每一个 内在心性的训练 为什么中国人对于 古来的老医生 老中医会那么尊重 因为他同时在修养心性 跟他的身体 身心 一个气扑扑的人 身体躁动的人 他脉象是读不出来的 是这样 但是自己毁败 因为这个确实不容易 不容易不容易一代不如一代 之后中医向西医靠拢 他也毁了 意思一样 所以说这个 这个是被建构起来的 伪道的 他不是像世尊这样子 清正宇宙 古今中外 横竖四方 八方的真实真理 那不需要假注外人 那是任何一个走入生命理解的 圣者他才究竟之 这叫正片之 明恨主 善事 善事就是能够将什么呢 能够将一切的不当 让他消失 让他极灭 善事 世间解 世间的种种他都能解 所以说出家人大胜的出家人 不能对世间的事情一问不知 然后以这个无知当作有道德 汉传佛教充满这个样子 为什么 因为帝王才好控制你 那你看看类似帝子规这样的内容 也是这样 那是明末夜的时候 在浙江一带 慢慢被编转出来 说是谁编转 那是一个假明拜在哪 后来一直编转出来 当中也当然看起来好像部分可用 那都不进然不必然 什么个人 个人至少门前雪木瓦上窗 大家都朗朗上口 那极端的自私颠倒 菩萨要做众生不请之有 你怎么可以自管自己瓦上窗呢 扫自己的门窗 不管他人瓦上窗 只管自己的门前雪 霜跟雪 他人瓦上窗不重要 他人门前也有雪 他要出不来的话 你家要是火灾 就是烧到你自己 因为他出不来了 他家还有门前雪 你不要看他的瓦上窗 他还有门前雪 那他如果是溢消的话 然后你家起火了 溢消出不来 因为他家的门前雪 瓦上窗跟门前雪 你都不会管他 烧死你自己 所以不要说这不符合菩萨的不请之有 即便是自救都颠倒 这些华人不是朗朗上口吗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帝王不希望你集结 每一个人都管自己的门前雪 那每一个人只管自己 你们就不会连结 只要你看到了威权国家 他一定控制通讯 很简单 就不让你连结 所以说要简别佛法 第五条就是 你要认清佛法不共世间的真理 不能让世间的真理成为你 你就误认为是佛法的真理 印度人也讲报恩 也讲孝顺 但他不讲威权 他不讲威权 地上王菩萨事件的不是因为 不是因为他妈妈要求他什么 或者他嘴里讲的那个孝顺 那是华人用孝顺这两个名称 去复利于他的 用儒家的角度复利于他 儒家在讲孝顺的时候 既含着报恩更含着威权 但是佛门里头讲孝顺这个语义 只有报恩 没有威权 所以 华人文化里常常是这样子的 儿女要出家 爸妈说等我死了 叫做不准 儿女如果要嫁人 哪个爸妈敢说不准 他哪一次硬要去嫁一个人渣 妈妈也只能哭 或只能等着看 那很怎样 讲法很简单 那是他的婚姻 那是他的选择 那是他选择 他爱的 如果类似的情形说得通的话 他出家不也是他爱的 他的选择 那为什么 爸妈就好像很自然就说 不准 他凭什么 凭什么这样子 而周边人认为 对哦 你爸妈没有同意 你就不要了 周边还帮枪 这就是威权 这就是威权 那这种威权呢 往往还被佛教徒 甚至被出家人愚痴的说 你出家条件是这样 没有错 十六轻车当中有父母 这个什么 这个帝王老板 这个 容许你出家否 那是在指 你出家的时候 儿女 父母 帝王 你承担皇帝的责任 国王的责任 或者行政首长 你也没交代 你就去出家 你在职务上 你就出家 嘉义市长 今天跑来出家 那嘉义市怎么办 当然不行 或者你的出家 弄成了父母活不了 你没有安顿 那这就是你有一个 有一个现前的责任 只要责任 当然也叫报恩 但结果你没有安顿好 那是从你这边说的 不是从父母那边说 他容不容许 他要不要盖章说的 不是这样 那因为翻译的简易性 还有截魔法当中的简易 他只是问一个结果而已 我们就把它混同于 他是一种威权 不是威权 要是威权的话 释迦佛当年在国家最需要他 爸妈只生他一个人 他还有妻子 他还有小孩 还有一个姨父子 不像姨啦 就是说他还有一个未出生的儿子 这样 他半夜就跑出来 那他是干什么 他还经过他太太同意 他才出来 没有 他经过他爸同意 他才出来 没有 那你说他是佛 或者怎么样 佛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 都是后人可以学习的 不一定学得好 但是他就是代表 那是在佛法当中可做的 从这件事情上来看 你就知道 即便是跟佛陀有亲密关系的 耶稣陀罗 那也是过去约定的夫妻关系 一样的 父母关系也是 儿女关系也是 那就是约定 缘起约定 这种缘起约定 在追求真理的情况之下 他的安顿 是在合理的范围内 他不是基于威权 他不是基于 那是血缘 那是你爸妈 他就是真理之所在 不是这样子 那么 因此呢 第五条就是 学习佛法一开始 你就得先弄清楚 不能让相似佛法 或者是 类佛法的 文化之鉴底下的道德 作为你佛法的主軸 那这样你就不是佛弟子 你只是 比如说儒家的话 那你就变成是个 儒骨佛皮的假出家人 颠倒出家人 像现在过去 我们讲 对父母叫做超贱拔贱 或者是超度 或者是联品真上 我们怎么说都可以 他就偏偏要搞了一个什么呢 祭祀 你知道什么叫祭祀 皇帝祭祀天地 那是夏祭上 从来佛教过去的主师 讲的就是超贱 拔度 报恩 他就讲这样 报恩 那是平等关系 或者好 有高低关系也可以 但那个不是一个所谓 威权的祭祀关系 祭祀从来就是下对上在祭祀 不是这样 古德讲 报恩父母 比如说七月十五 我们说 这个余兰盆节 余兰盆法会 我们就这样讲 没有讲 没有讲 祭祀母亲 祭祀祖先 那现在跑出这种 这种新有名词来 我都公开的说 那就是如古佛皮的思维 古德没这样用 你这个时候才 末法到这个程度了 你还在用这种 儒术 跟这种祭祀的概念 你知道最早的 华人最早祭祀在夏祥 夏祥祭祀是用什么 是用人生 人生 畜生 人生 畜 就是续养着的 人是一个活人 一样的 畜生做三生 三生 三生就是宰了之后 来拜鬼神的 夏朝的时候 就是用人 杀了之后 来拜鬼神的 一个皇帝 最多可以一生当中 抓八百个以上的人 去祭祀 比你一生杀了鸡 猪 鸭 还要多 鸡 猪 羊 牛 还要多 华人文化这么残忍 你要知道 早年从夏朝 一直到周公的时候 才慢慢转变 成为儒家讲的 儒爱夕阳 无爱其理 才开始敢羊 牛 很可怕 这就是祭 华人最早的祭就是 两只手拿着肉祭天 你用这个字是什么样子 残忍血腥 傻蛋 真的是 这就是看得出来 第五条 再说一遍 纯粹的佛法 不要让非佛法 类佛法的 所谓人间道德 取代你的佛法 那个所谓人间道德 是什么意思 那个不是通途的 西方人 你用英文 没办法翻译孝顺两个字 他们只有love 只有爱 没有所谓孝顺这种字 他跟父母亲的关系 不会是威权 那你说没有爱 那你说这样子 他们就 彼此之间就没有这种 伦常关系 有啊 为什么没有伦常关系 我认识因为 美国的法师的白人 他是德裔 父亲是德国 德国人 母亲是意大利人 籍贯是美国 国籍是美国 他说他出嫁的时候 他妈妈 他姐姐 哭到不行 一样 就是出家了 好像说离开了 是什么样子 但是呢 哭完了 妈妈跟姐姐还说 我尊重你的选择 他没有爱吗 没有爱干嘛哭 但是呢 他威权吗 他没有威权 他说尊重他的选择 当时释迦佛出山门的时候 爸爸真的也是很伤心 甚至可以说愤怒 然后呢 这个当年的吴比丘 还不是比丘啦 他的司机啦 他的侍者啦 他的替法师啦 还有他的舅舅 阿若乔神儒等 通通通追过去 要把他追回来 他说他宁死不回去 把头发割下来还给他 后来呢 他爸说啊 算了 要不你陪他们修行 陪我那个儿子修行吧 你看 帝王啊 他可以派军队去抓吧 谁 虚老而上啊 虚老他爸爸就是儒家的人啊 有军队 他爸爸是军人啊 就派军人收山 后来怎么样 收山那时候躲到那个 永泉寺的后山的山洞里 去拜万佛 这个当然也是 因祸得福啦 他是这样子 要不就躲过 还好不容易躲过他爸 而且还是抓了一次还两次 已经 意义上已经娶了两个太太 他两个太太后来 也出家 出家了还写一封信 那封信还是一样的充满怨言 我都看到那封信了 那封信是后来 没有收在虚荫和尚的 什么传记里面 那是后来流出的 他出家了 他出家的太太 也是以我们来看还是 不能说充满怨言啊 仍然有怨言 里头有一句话 里头有一个意思是 你出家了之后 留下我们 可是很悲苦的 在支撑你的家庭 你修行可好了 他做太太 还是会埋怨老公 哪怕他是叫做虚云大师 不好啦 那就是我们人 他就是用这种话讲 就是这样子 这诗情难辨啊 难翻转啊 法华会上耶稣陀罗 那个什么呢 大一道他只是忧愁是佛 佛陀直接问他说 如何以忧愿是佛了 是否因为我没有给你归 没有给你这个受祭啊 然后就给他受祭 当然当然耶稣陀罗就可不了 那耶稣陀罗直接就描述 描述说耶稣陀罗说 世尊唯独不说我名 你看埋怨起来的 法华会上是 是陈佛的经典啊 他都不离 他都故意留下这个痕迹 痕迹 都留下这个痕迹 所以你要知道 这痕情是很容易让你颠倒 所以那你还讲这种 以痕情为基底的道德 那更可怕啊 所以难怪华人文化里头 出家人相对少又困难 当然西方也更难啊 因为西方是西方文化 西方文化是有一定程度的 所谓彰显上帝 所以你也不用出家 他也没有出家概念 服务上帝叫做做神父修女 但更多的是新教 新教没有出家这种观念 这个文化在美国相当多 相当多 是相当兴盛 所以他们没有什么出家概念 那是合理的 但在华人文化里他不是 他是以一个 以威权的方式在遮止你的 他甚至不是讨论 他就下指令 那你这个出家人 你还愚蠢的随顺这种指令 那就错了 那是错的 所以听我这个课程的人 如果你想要出家 你爸你妈你阿姨你你 你叔叔你婆婆你阿嬷你阿公 说你不准出家 你应该很和善的问他说 我追求我的生命 就像我要去结婚 娶老婆嫁老公一样 这方面你就不会反对我 我出家没有要杀人放火 就像我要嫁人我要娶老婆 找一个我生命的医治 您怎么不随喜 你就稳稳的问就好 你不用吵架 你问他有没有良心 你先动他一件事情说 他是凭什么 在你追求最高生命幸福 而且这还不是幸福而已 这是价值 这件事情这么好的事 怎么会有这样理由呢 要他直面这个事情 这样就好 你如果还傻傻的 不要啦 女儿不孝 儿子不孝 请你原谅我 你蠢蛋啦 你怎么不孝呢 你怎么不孝呢 古德说的一指出家 九主超生 你怎么会不孝呢 你在丢谁的脸啊 你在丢释迦佛的脸 之前有这么一个就这样讲 我就直接跟他讲 那你回去 我们这里不让你住家 我没欠你这种人 丢脸死了 还没住家 就在丢释迦佛的脸 可以不用吵架 也不用愤怒 也不是我这样说 我在教谁要去抗争 我们也不需要抗争啊 你站在真理这边 你要抗争什么 你只要诱发他的思考 到底是什么理由 何况你生我 是你们两个一男一女 行饮来生我的 不是你先写一封信 求我来做你儿子的 我们之间不是一个 相欠的关系 是这样子的 你生了我 当然你要养我 这也是你乐意的 你在生我之前 你们在行饮的时候 你就要决定要这样做了 是要这样的 是这样的 所以佛法是很干烈 很清晰的说一个逻辑 当然逻辑之外也不坏 也不坏人的人情 我们并不是因为这样说 没有敬意 没有报恩 不是 但有底线 当我要追求真理的时候 那就是区隔开的 当然追求真理 也不是那么凶悍的说 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挡我 我没有这样说 我也没有叫你要这样说 当然你们今天已经 不用这样说了 但也不一定 我所知道的很多出家人 包括我们万佛寺的 现在进修了 他妈妈现在 他都出家二十年了 他妈妈还说要不要回来 还是这样 这是很简单 妈妈不翻转 妈妈不翻转是什么理由 文化 就这种儒家文化 就这种儒家文化 是这样 很多 我知道就不止一个两个 儿子女儿都有 出家了 哎呀佛陀啊 你什么时候还我女儿啊 还我儿子 他讲得好像好真啊 讲得好像他是受害者似的 真的是这样 这就是文化当中 使得他 其实讲起来就是 傲慢 就是我执啊 讲白了就是这样而已 你想想看 一个女儿想要嫁到非洲去 他就跟 他这个地球上跟谁哭 跟谁哭都没有用 他越哭越糟 人家就骂他 哎呀你女儿要追求幸福啊 你要让他嫁啦 追求幸福不容易啊 人家嫁的也是 那个非洲土族的大儿子 也算富二代 你也不让他嫁吧 要嫁人的时候 全天下都告诉妈 应该让他嫁 要出家的时候 全天下都倒过来支持他妈 说不让他出家 那这就是颠倒的文化啊 然后你出家来跟着鱼吃 那就糟了 所以我没有说你要去跟人家吵架 但是你要认清 你认清了你知道怎么跟人家讲话 你要去诱导他的实相 你要诱导他的良心嘛 你想想看 我也不是杀人放火 你女儿你儿子又不是杀人放火 要去利益众生 何况出家 持亲割爱 但没有说 没有说否定父母关系 也没有去法院登记 什么样 撤销父母的法律关系 写原关系 写原关系上无法撤销了 但这个也撤销 所谓的法律关系是有的 也就是说我放弃制继承 这是有的 但放弃制继承 没有说放弃我是 我是他儿子的事实啊 神门证上面也是写的 爹娘是谁啊 换句话说 父母生病 儿女是可以去关怀 包括出家儿女 这个也是啊 沾病 律上明白写的沾病 沾病当中其次 父母是三宝寺 三宝寺包括道友生病 都是三宝寺 他道友嘛 出家道友是生前的嘛 所以他也是三宝寺 所以也没有放弃 爸也不是说忘了 我出家了 你不是我娘了 不是 当然有时候称乎上 会称乎说老菩萨 菩萨 菩萨 你好 怎样 是啊会这样 就像四尊成佛了之后 那个敬饭完也是称他屈坛呢 他就跟他讲说我已成佛 今后请称我佛陀 也是这样 但爸爸也有点不爽 刚开始 他要回去 第一次要回皇宫的时候 他爸爸准备了满汉全席 结果四尊在外面脱脱 吃饱了 然后搞了整桌子都凉了 他爸爸还为这件事情很愤怒 老爸嘛 觉得学成归国啊 六年了我都没看到你 现在我弄一个好吃的 你都不愿意来吃吗 他很气 然后佛陀走回来了 醒脚回来了 他还不跟他讲话 后来佛陀摟到他的肩膀 跟他说没有啦 这诸佛都是这样 没关系 你再摘身一次 我带我的弟子来 统统给你摘身 他才放下的 不生气 是的 人与人家本来就具有这种感情 这无法 也不是无法 就不需要掩饰 也不需要说他不对 没有啊 没这个意思啊 可是他有限度的 我说过嘛 人家爸妈 人家爸妈哭一哭 生气一下下 然后就好 接受输家 就这样而已啊 这是可以的嘛 而且 出了家了 他一样可以照顾父母的 一样可以 但不要黏着就是了啦 像我认识一个比丘尼 他前几天打电话给我 他说啊 我们那个居士 我们那个居士 我们那个有一个居士 到万佛寺了 然后我离开的时候 我们那个居士跟我说 师傅你要常回来 我就听懂了 他在万佛寺有法有识 哎呀 我们家那个什么师啊 脾气比较 比较大 烈一点 他可能也不好适应 他讲那个我们家什么师 是他的出家儿子 他说这位居士 在万佛寺也好 有法有识 你看 人家作为一个出家人 他中台出家的 老迷思 人家就分得很清楚 是啊 这是离开他儿子的道场 但他自己也知道 他儿子有时候脾气比较不好 没关系都在修行 有时候脾气不好 反而某人喜欢也说不定 但他可能认为说 这位居士 也有比较有缘 在万佛寺 万佛寺也很需要难重 他也 取外取内 他都很平等 像这样就值得人家尊重 并不是说这个人已经来了 我值得尊重 我们得手 不是 他就分得清清楚楚 血缘是血缘 修法是修道 修道是修道 所以说啊 不要被道德这两个字 不要被这种儒家的这些伪道德 有些是伪道德 有些也是 但是他说成沦常 是不可变异的 沦常是血缘 血缘不可变异 那这样的话 人缘这关系就不可变异了 不是这样 所以世尊成佛了 他告诉他的父亲说 称我佛陀 那儿子伟大了 儿子拽了 做就不能叫儿子了 就要叫佛陀了 儒家大概就会这样想 大概就会这样想 这不就是威权吗 是不是这样子啊 这不就是威权吗 你看看那个宫廷巨演的 儿子当皇帝了 妈也不能够当面给他难看 是不是 但是呢 私下就是他是他妈 垂帘听政 你看那慈禧老太后 丢脸丢到国外去 百事骂名 这就是这个样子 他以为合理啊 他还干政 乱搞一通 为什么他敢这样 一个女人家他怎么敢这样 不是女人不好啊 不是意思 我是说他为什么直接 就在那种威权时代 女人没身份的时代 他为什么直接就敢这样 因为我是他娘 所以我可以 就是这样 娘跟觉悟没有直接连结啊 如果你做娘的每个都觉悟的话 还需要那些老尼斯来出家干什么 他直接就是人家的娘了 他就觉悟了 对吧 是不是这样子 为什么还要再修行 何见做娘子世俗的身份而已嘛 跟觉悟跟慈悲跟智慧没有关系的嘛 你怎么把这两个都混到一块呢 华人文化里头 那个什么呢 那个祖先死了什么都会 阿嬷活着的时候是 可能还老人痴呆 他死了之后什么都知道 变成神了 奇怪 明明佛教徒就知道 阿嬷死了可能搞不好去投胎了 甚至于他 地藏经讲的 这个妈妈根本就毁谤佛教 他根本就下地狱去 怎么会变成你家的守护神呢 他在地狱里头还能够什么 还能VIP出来做守护神 做你家的守护神 没有 但他还是 他拜的目的是当做守护神用 跟原住民一样 我没有笑原住民 原住民他散伤 他有个祖灵祖灵祖先 他是混同的 他是万物皆有灵 当然我的祖先更有灵 没有一个觉悟做基底的时候 你就是只能找这种血缘关系 作为 做为什么 作为你的庇佑 作为你的生命之影 华人文化就是这样 这个本质上是很原始的一种 一种什么 一种主灵信仰 我把它讲成叫做血缘信仰 不是血缘是报恩 OK 他变成信仰了 那你佛教还信仰吗 你做佛弟子 你到底是信佛还是信血缘 血缘是报恩 不是信仰 要分切 糊涂 这种糊涂出家人 非常之多 而且还年纪大的 出家久的照样糊涂 很可怕 所以我才说最近搞出 这几年来搞出一个什么 什么的 祭祖 搞出这种名称来 特别有一些儒家背景的爸妈 听我这样讲都很不舒服 好像我拔掉了他们的 他们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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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妈的威权身份 剥夺了他的什么一样 我说那是你的事 我今天我就是出家失误 我出家都快40年了 你今天坐在那里听 你还敢烦我的话 你自己颠倒 不是我是威权 我这样讲 你可以去分别 我没有鼓动你的儿女 不孝顺你 但孝顺是一回事 威权又是一回事 这就搞错了 这叫血缘信仰 你是信仰真理 你是真理的信仰者 你现在搞成了 混同了一个血缘信仰 居然还把这个当做是 是是觉悟 是佛法 多少人讲说 佛教如果没有儒家 佛教也不完备 你这什么话呀 那天下好话佛说尽 佛为正片之名恨足 泰国有儒家吗 印度有儒家吗 嗯 是这样 西方有儒家吗 那难不成这些都不能传佛法了 佛法自给自足 所以第五个悼念的启发就是 分清楚 你是佛弟子 最高的生命医子 就是佛教 就是佛陀的教法 没有什么人可以跟他平起平坐 没有什么可以在佛教面前 佛教要牺牲的 那就错了 我小时候我就喜欢物理 物理差不多就变成我的信仰 但当我懂了佛教之后 我知道物理很好 但是研究物质 而且不必然是正确 真正读物理人都知道 也不必然都正确 但是佛教 不要 除非是被 导入的 错误之间 外来的 只要知道是佛的真之间 没有可以挑战 他是正片之 他是明恨主 他是善士 世间解 他是无上士 他是对一切众生的调育丈夫 他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天人师 他是我呢 在一切世间当中唯一所尊的世尊 他也是世间人所说的佛 这十种称号只有佛才有 展现了他的不可取代 也不可挑战的功德 你做一个出家人 你连这个基本信仰都没有 都混淆 你还配做出家人吗 所以第五个就是 厘清佛教的圣意 特别是大圣佛法的书圣意 不可让世俗的类宗教 取代了佛教 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 当然你也在古德当中 看到古德有类似 包括我们的智者大师 偶尔也会提说 哎呀 那个武戒啊 就是仁义理智信 他有什么办法 他在帝王之下 他就是要讲白了 就是要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他就是要应付 你可别忘了 他旁边有一个老兄 那叫做隋阳帝 隋阳帝在历史当中是 恶名昭彰的人 他甚至于跟智者大师 怎么说呢 我看大师啊 我看外面很多出家人 出门带娃娃 然后修行又不庄严 然后有时候又 威仪也不佳 甚至也偷吃肉 偷吃婚这样子 也要不这样吧 我们来杀太沙门 不好到出家人 我就用行政命令 通通叫做还俗 保留好的就好 然后智者大师说 您的好意是不错 不过这出家人的事 您就不必劳心了 我们生事生半自律自轻 智者大师好不容易把他挡下来 他要不讲说什么武戒跟 什么武藏相对应 你挡得了那些儒家的人 你看看唐太宗 唐什么宗的 他赢佛鼓的是谁 韩玉 韩玉 欧阳寻 欧阳修他们上书 骂佛教 后来骂了皇帝没面子 把他折为边境 到后来他自己学佛了 儒家很多是这样子 他自己学佛的儒家人 你知道那师大 居然有那个教授 我有个皈依弟子 他写博士论文 在师大 他就很困扰 我说怎样 师父我想要写那个 以前儒家的人 以前文学界都没人写的 书 书 书 韩玉 不是书是韩玉 我说你大胆喔 你写韩玉 那你要写 你是不是要写他怎么转佛的这一块 他说对 你知道他 教授 多丢脸喔 我说这是丢脸的教授 写这个就是 凭文献来论对错 他不是 他先下 他先画红线 他先画红线 他说可以写啊 但是你不能骂韩玉 什么叫骂韩玉 学术殿堂里头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对就对 不对就不对 什么叫做骂 我要不能骂 我就不要骂 我说他不对 我就写他不对 那反对的人再写说我不对 就这样而已吗 学术不就是砍来砍去的吗 那你先画红线 你这算什么教授啊 我都公开讲 我都公开骂 我都公开 我已经给我骂十年了 这就是儒家的人 不是儒家人都这样 儒家人很懂道理也有 但是小心小亮 佛教来到这里 当然是 他们就一直认为那是外来的 夷狄之邦 黄俊雄说的 带进来的 你看他只要演那带进来的 都是怪怪的道人 光头 然后道道怪人 然后大眼睛 你看画那个 那个谁 画那个达摩不也这样吗 头发大胡子 是这样 好像看着鬼 这就是华人眼中的所谓西域 他的死板印象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从华人的文化里头 这种天国文化 那种自以为是的文化当中 你要看出 我没有讨厌他 我只是说你要弄清楚 他在这个文化之下 我们的古德能怎样 能不说两句好话吗 能不比拼一下吗 他时时都要砍掉你佛教 是这样的 所以不要怪古德 古德不也这样说 古德这样说在那个环境底下说的 以前印光大师都说 女人不要出家 你们现在是谁 是男人还是女人 我要照他话说吗 我进来就先骂你们了 印光大师说女人不要出家 你们不是信仰印光大师吗 你们出家干什么 难不成我要这样讲吗 时代不一样 对不对 因缘不一样 你搜寻一下 印光大师说了好几遍 说女人不要出家 是这样 所以要了解 不要把古德栽赃 古德在不得已的环境底下 这个没办法 但是你不要蠢蛋到现在这样 就好像说 住在海拔五千公尺的喇妈们说 他不能吃素 没问题 但现在已经在 已经在LA Los Angeles 已经好大的庙了 你还说你不能吃素 那就要讨论一下了 是哪一种教法 哪一种大圣法 说要吃肉才修得起来 那就要讨论一下 我没有嘲笑的意思 我说有些居士是这样讲话 这没道理 本来佛法是缘起的 你怎么不懂缘起呢 所以这个也要了解 所以分辨第五项 有一个辅助的 要了解古德的缘起因缘 不是说我们不顺古德 也不是说我们今天在批评古德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是不同的缘起相 要了解 这就好像说 古德也有部分的古德同意 在家人受 犯往菩萨界 我说没问题啊 菩萨界谁都可以受 任何菩萨界 任何人都可以受 只要淡解法施语都可以受 但是不能改菩萨界 放完菩萨界以后是不行淫的 那就是不行淫 你们说我是居士 我可以行淫 我只要正淫就OK 没有哦 他是菩萨界哦 菩萨界没有强迫你一定要受 你就去受那个可以行淫的 要不你就来受菩萨界OK 那就随顺他 他说女人乃是畜生女都不得行淫 他就讲得这么白了 你怎么还把他倒过来另外一家解释说 没有来在家人可以阵营 是哪里有这么写的 没有 所以后来我也跟本音法师他们也讲了 我们也讲得很那个 让人家自己选择 后来他们也自己选了受余切戒本 其实菩萨界是无量无边界 他叫做三聚戒 一切善当守 一切恶当断 一切众生当度 但是问题是一切讲到一切都没有边际了 所以有一套一套一套的菩萨界随你因缘去受 重点在发菩提心 是这样而已 所以登坛的 秉戒的时候秉的是 今有某年某处 今年某年某月今有某处的某菩萨 发菩提心 随顺十方诸佛 而愿受此戒 愿释迦佛文书弥勒为正名 秉戒是这样说明的 那杰摩文就是核心 就是发菩提心 这要怎么做千差万别 符合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利一切众生就对了 但是那个一切 短暂之间先用不同的菩萨界给予框架起来 都叫菩萨 是这样 那么这样讲的话 你可以啊 再加上是可以受犯往菩萨界 但是就是断语 你不能改他啊 大家都知道啊 界为佛能治啊 怎么会换到这里来 突然间就要改那一条呢 但古德确实有这样说 那我说我尊敬古德 但是我要恢复原样 我要把真实的样子说出来 还有很多啊 类似在佛门当中有尊重古德 但是仍然要因于时代跟佛法更新的 知见的导出 或者是交流 而有所改变的 比如说还有一个 范五戒 那么偶义大师 一直传到 红义大师他们性格接近 都比较洁癖 比较刚烈 他们说了 范五戒了不能出家 南传没这样说 藏传也没有这样说 汉传也没有明文这样说 但是古德这样说 后来我也去写了文章 也就跟人家讨论 也就跟清和尚他们讨论 我就跟他讲 我说这个是 这是至教 出家人是至教 出家是至教 至极当修 在家居士是化教 五戒是化教 化其可学 因学 可学还不是因学 我化到他 这样而已 当然犯了正犯五戒真的很糟 但是到底直接说他 什么 弃佛大海外 这是对出家人讲的呀 他是化法之人 这两个族群是不一样的 证明什么证明 南传人没有一个部派说 断然说他不能出家 那是藏传也没有 我们就不谈日本跟韩国人 比较边陲我们谈 我们谈两个大戏 就这样没有 后来我写了文章 大家也觉得说 有条件开放 这些都是古德 他用他的善意 说出来的话 我们也不能说错 但是我们必须要在 有时代的跟 新的理解 新的理解是什么 南传藏传都来了 古代没有南传藏传 汉传自给自洽 自己完成 所以这是第六个 所以第五个就是 不要被世间道德混淆 第六就是 在新的时代 跟新的理解当中 不是全然的顺骨 新的时代 也不是创新 佛法没得创新 没有 是什么 是新的时代有新的资料 跟新的因缘 我们不能改戒律 但我们必须要知道说 甚至于古德的某一些说法 也有在商讨的空间 你才是创造新的 不是创造 就是你才能继承 一个更发扬未来的佛教 不过这个不要自己乱说 就是说你听一下 你觉得有点问题 你询问 我们也是啊 我也不是说我自己说了就算了 没有啊 也是要慢慢的去 去讨论 但是是这样 有这回事 未来你们要遇到什么新的问题 我们不知道 但是这个态度要有 我再说一遍 这不意味着改戒律 废戒律 或者修正戒律 或者是什么增加戒律 都不是 戒律的东西你不能动 但是戒律的解释 那就要多元参考 才符合 更加的符合佛的原意 你比如说我们有一条戒律 明白的写着说 明白的写着说 我们知道说佛陀的戒律 为佛能治 那好吧 开遮辞犯也为佛能开遮辞犯 治是他 开遮辞犯的定义也是他 遮就是不准犯 开就是他说可犯 那可犯是什么理由 如果世尊本来说不能犯 那现在怎么又开呢 某些因缘可犯 比如说受 有独居比丘啊 对手 有独居比丘啊 独居他就开了不少内容 他可以 他可以心中默念受 他可以佛前 他可以佛前安居 比丘尼没有 没开 比丘有 有开 因缘这样 因为他世尊的理由很简单 比丘尼不能在没有比丘的地方安居 有犯恨难 有命难 比丘呢相对的他的 他的基因 肌肉比较发达 基因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独居修行有时候反而 森文法了 主要是森文法 森文法 当然出家法 大圣法也可以 我也住过山 大圣法也可能 他独居有时候获得利益更大 世尊理解 跟气不同 女人自己独居 可能是放异而已 男子独居可能 也会放异 很多 但也有部分会得利益 所以他为了这部分得利益的人 容许他独居 那这样子 戒律很多都要共住才能得利益的 怎么办 佛陀就开许 为什么 佛陀才知道哪个善哪个恶 哪个牺牲一下 哪个得的利益还大 他知道 他知道就 比丘弟子来说 虽然舍了那个对手 对手善受这件事情 对真能修行的比丘来说 那个舍对他影响不大 所以可以 独居的话可以容许 那女人不要独居 太危险 所以 那就没有了 往下就没有 那些独居可开的 那是只有佛才知道 因为他成佛了 所以开则 都是佛陀能至 那这样的话 2000年来 世尊说小小戒可舍 临入灭才说的 结果呢 没人守 后来是怎样 后来是加塞尊者做 大家守的都是 加塞尊者说的那句 所谓的 佛以至不得废 佛未至不得令至 这是加塞说的 他当时开会大家吵嘛 吵说什么是小小戒嘛 吵着连外道都在嘲笑佛 佛教的大阿罗汉们说 你看看 佛陀是火 地址是烟 火灭了烟就要消散了 意思就是说 你看看那些弟子叫 逗不拢 你看看 佛老爷往生了 他们的老大往生了 你看看 圆集了 你看看这些弟子们 吵得不可开交 听起来难听 为了两权相害取其心 他不得不 以他 以他 作为会议主席 就是议长的权威啊 就敲板说 好啦好啦不要吵了啦 那以智的不要废啦 未智的就不要智啦 结果这样 结果就是在原点 可是文迪是明明佛陀 临入灭的时候说 小小戒咳舍 到底什么是小小戒 没讲 可是他临入灭说的很严重啊 一个人 因为圣者在临入灭还要讲这个话 代表他很重要啊 他才会说啊 可是不守 大家不守这条 这样反而我们不孝 像这样的态度反思 就是我们后代弟子该做的 我们回归的 不是回归我自己 或回归某个时代 或回归某个大德 这么说 不是 就好像说五戒 犯五戒不能再出家 那回归的是偶艺大师 在网上推没能这样讲 还有啊说什么 当然这样是不要啦 也是不要好啦 但是也没那么严重 在家人不准读 不准读大律 是啦 在家人会冒牌啦 颠倒啦 亲事啦 是这样 你知道吗 在那个知识记里头 就明白写着 你知识记还是 对应该是知识记 好然后呢 这个法造大师又说了 在宋朝的时候 很多大律 不法居是虔诚的很 他们都是读大律的 他们因为读了大律 才会怎么样 才会更加尊重出家人 那在泰国他怎么做 泰国他当然也没有讨论 他躲开这个讨论 他就叫什么 所有男人都来出家 出家三个月 接下来一句好了 读过大律 他受过戒 等到他回去了做在家人 他因此傲慢了吗 也还好 他知道出家人是要做什么 等到他去护职出家人 他就知道 亲众就懂 所以 我们要不要回归 回归成后来的 偶一大师跟廉师大师 他们说的 绝对不准读 那我们就 也不要说 他这样说错 也不要说 一定要照这样 我们就看人 我们看人 他恭敬文法 他懂得 他要亲近护持 那就让他 让他学呗 但是要警告他 像有在家居士问我说 可不可以听爱道经 爱道经 理论上是戒经 但还不是戒文 但里头还有好多戒文 那怎么办呢 我就跟他讲你想出家 要不就有一个比丘尼师父 了解你 他也读过爱道经 也听闻过爱道经 觉得你有这个信心 乃至于你准备要出家 他同意就可以 不然我也不认识你 你要问我 我也没办法回答 这就是一个中庸的做法 这就是第五 第四 第六 第六个就是 你作为一个 新的出家人 你回归佛的原意 不要按照己意 但也不全然按照主意 主师的意义 绝对要参考 但最终要回归佛意 中国佛教在两千年来 不是什么样子都符合佛意 当然也不是 有时候是不得已的 像这件袈裟长这个样子 也是汉传佛教才长这个样子 我们穿的这个海青 为什么我们每次讲青都要这样 我尊重汉传佛教 不是说我尊重佛陀的弟子们 原来的样子 原来没有人这样穿的 浪费布你看看 是这样的 没有人这样穿的 了解意思吗 所以这个时候是在 他不至于伪戒律 那能够尊重我们就尽量尊重 可是像刚刚那个道德混入 搞一笨父母恩重难报经 廉师大师开始就说不行了 你现在还有人坚持要用 他说这样很好啊 那是他自己的想法 他完全愚蠢到读不出来 这两者的差别是什么 这里头在威权建构血缘神圣性 让人家真正出家 不是真正依佛出家 让真理的判别呢 混淆了血缘在里头 让修行的实践呢 把世间的血缘贪爱跟崇拜混到里头 假名叫修行 这本书充满了这种样态 廉师大师说的 也是阴光大师说的 我只把他讲成白话是这样 不听就是不听 末法就是末法 还要印的美美的 好好的经他不去印他要印这个东西 但是有一本叫做父母恩难报经 没个重字 差不多A4两章这样子而已 看字大小了 他就是 你去对照看看 就是有人拿那个 发起了妄想 假编成这样子 不可用 也不应该用 尤其是余目混珠 这是第五条 然后到第六条 第五条是 不能够混淆这世间道的 到第六项讲的是 善于回归佛的原意 古德也有时候也不得已 要稍微偏移一下 那是因缘死安 没办法 这在研究中国佛教史的人 有良心在研究 有真心在研究 都看得出来 他被帝王影响了不少 被帝王影响了不少 是这样没有 那不是说这个都不好 也不是我说过了 不是 但是呢 也有一些状况 是需要调整的 然后这样 述时 又有人说 述时明明就是被梁武帝影响 这是以偏概全 是 梁武帝有说过这个话 他甚至于呢 以一个 以一个 以一个帝王的身份 要求他的国度之内的出家人 统统得知数 这个做法在今天是不 是不符合民主的 也不符合佛教的自律自清的态度 他应该是说 强调 鼓励 赞叹 支持 供养 有舒适的师父们 他这样做可以 他比如说 他我现在要供养 我梁武帝 我要在宫廷当中 开无遮大法会 所有的出家 毕丘 毕丘 都可以来受贡 唯独 需要吃素 有吃素 长期吃素的 我多供养一份 我就是要表现出 对于 这样子的恭敬 我用散导 散导的 可以 但他确实是用武力 用军权 是不太好 但有时候世间法就这样 在那个时代 不对的手段 做出相对对的结果 为什么说对呢 因为大圣经典当中有说 说要殊死 说不死众生肉 他不过就是 手段不漂亮 但结果跟理由 遵循的是佛法 像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觉得说 勉勉强强 在那个时代可接受 不过后来他还是被人家 累势被嘲笑 为什么呢 因为他交纸不脏 他交出一个阿三来 然后他自己到晚年呢 听说是被饿死 怎么样 我忘记了 那所以他自己到晚年 表现一个佛弟子 表现得不够优 这也是他的过失 然后呢 他太情绪化了 出家出了三次 还两次 然后早上上早店的时候 早停 早上他们都是很早 古人上早潮的时候很早 五六点了 天没亮他们就要去上早潮 这是对的了 三点到五点是思想最清晰的时候 不见了 后来呢 放了风声说 来哪个庙把我赎回去吧 我已经来这做三咪了 我说的小威 你要拥拥三宝 你就拥拥三宝 你怎么来哪个庙把我赎回去 哪个庙把你抓去了 把你当人子了 你搞这样子 搞的是轰轰烈烈 闹上新闻 可是人家不高兴的人可多了 所以后来 磊四儒家骂名 他这样不是弘扬佛法 虽然他真的是好 是一个好人一枚 但这也太瞎扯了 这也不对 所以说 第六第七样就是 护持佛法要符合佛法的标准 社会的观感 跟必要的群众的需求 都是阿嬷 那你就不要让他在那边 你常驻接引的都是老太太老先生 那你就不要弄得太活泼 这个没问题 那你想要接引年轻人 你就区隔开来 单独建议年轻人让他活泼一点 但是活泼也有个限度 传统也有一个注意 也不能过度传统到死气沉沉 但是活泼当然要注意到社会年轻人的观感的同时 慢慢直变 让大家能了解 所以 到了渐渐的你把佛法要用在你的生活跟你的道场当中的时候 你可以跟你的师父聊一聊 当然不要去要求 聊一聊 要这几个原则要有 这些原则哪怕是你去读佛学院的你回来 你还是在用 要一直观察 时代不一样 人是不一样 说法不应激 说法则有罪 红法不应激 意思一样 说法就是红法的一种 所以红法你不应激是有罪 我有个学生 他在彰化 他毕业了之后 南博多毕业了之后 他就发愿跟他的同学讲 他发愿要做法师 所有同学都退散 为什么 因为他了解他 了解他的状态 他说要他做法师 如果他要做法师的话 他们想法师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法师 大概是这样想 但他就是认为他可以 他想要 好了 后来他的姐姐 也算佛教徒 就帮他弄了一间小金色 奖金 从刚开始轰轰烈烈 找了二十个人来听 第二次呢 剩十个多 十个不到 第三次呢 只剩下他 他姐姐 还不知道他姐姐的什么朋友 就只有三个人 一个在上面 两个在下面 讲完了 第三次讲完了之后 第三第四次讲完 他下来了 他姐姐是佛教徒 但是他姐姐 他就跟他讲一句话 这是他的同学 他自己讲出来给他的同学 他的同学都是我的学生 他告诉我 他当然也没有说当笑话 他是摇摇头的讲这个话 我也没有当笑话 我只是说 要应激 他姐姐是个佛教徒 所以也很 很扶持他 所以敢说 他就跟他讲说 师父 我是你的俗家大姐 我也是佛教徒 跟你这样讲这话 不太好意思 但是我可能要 还是要跟你讲我的感觉 他说好啊 讲是什么感觉 他说你这样讲经 真的会造罪 就是听不下去了 听到人家去还 这个姐姐是真的是 发了很大勇气 也受了很大刺激 才会讲这个话 应该是这样 正常人也不会讲 造罪这两个字 是不会讲出来 我问那个学生 他当事人 不会跟我讲 我那个学生 听了我说 你是这个假的 敢说什么 是这样讲 那当然 这个学生是很正派的学生 他并不 他要这样讲 假设他今天说 要来诸万佛寺 我不会考虑的 我让他来 我直接让他来 绝对是一个有为有守的人 有为有守是你 要利益众生 讲经说法是 人家花时间过来 那就不一样了 你就要让他有所得 所以经上古德也说 说法不应激 说法则有罪 那有罪这两个字 听起来太沉重了 就是说有亏 我们这样讲好了 但亏久了 还真让人感觉有罪 我一次来 两次来 我都听了 就听那些人 你也帮帮忙 是这样 我还记得有法师 他告诉我 他说他第一次讲经 被他失误 经上去讲经 我说这样 然后我说这样 他说他写了一月晚 两个晚上的讲稿 然后那讲经 大概就是以前 他是以前的长老 他现在在的话 都是长老 原籍了 大概三十年前 所以那个时代 没有手机 没有网络 大家时间都很空 所以一次讲经 都是两小时 这样 但现在我们也是讲两小时 讲两小时 那然后怎样 他说 他准备了两三晚上 好几了厚厚一点 这样 然后呢 半小时就念完了 后来不知道怎么办 他师傅用眼睛瞪他 不准让他下来 就钉在上面 你没有 你也把我挤出来 这样 这就是应急 所以说 当然诸位还不到弘法的时候 但是你要必须 你回到长住去 你要协助长住 看到这个事情 佛教有各种需要 特别是对年轻人的需要 是永远是最迫切的 不然就老年化了 永远是最迫切 你自己是年轻人 还是你要 你旁边有可以接引的年轻人 那都要用一种 自己是年轻人 当然按照我说的这些 你已经是出家人了 那就不提了 但是你是一个年轻人 你就要负担起 接引年轻人的这种 时代性迫切责任 汉人 尤其是台湾的那个少子化 是全世界最严重 然后离婚率也是最严重 是最后一名喔 台湾之光喔 然后出生率 目前还略略赢韩国 可是韩国很安心 因为根据主技术的曲线的话 明年 我们就是全世界第一 出生率最低的 所以韩国也不怕 他说 总是会有垫底的那个人 马上就出现 就是台湾 明年底 明年呢 明年中还是底 就出现 我们是断癌式的 日本是斜坡 45度斜坡 然后呢 韩国大概也是斜坡 再严重一点 那台湾是断癌 突然间的 没有人 突然间没有 这是各大道场 各个单位都这样 所以说第五六七 第七个是什么 第七就是你 应对世间 要消化佛法之后 要应激而出 这一定是责任 而且迫在迷阶 是这样 如果你再不这么做的话 我们还是要看古德的行仪 但是要从这当中翻转出时代的需要 第六呢 是说对于佛法的回归 也是你这个时代要有的 当你讲这话好像出家十年二十年 更需要有这个观念 好像是 其实不尽然 是刚出家的时候就要有这种观念 你再一路观察 水月超的本质就是有这个意涵在 他其实直击于古德的态度 跟佛法的态度 跟佛教的传统这三大基础 佛教的内容 佛陀的教法 还有古德的态度做法 以及佛教一般性的传统 跟第四个我自己的观察 但是目的是什么 整个水月超的目的是什么 是从自己的观察当中翻转出 一个既符合佛法 也不会离传统太远的回归 这个回归呢 应该是超越我 超越环境 超越南比丘比丘尼深属才对的 他要有一半性 水月超他表现出来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是第七项 那很 很需要你们自己再问问题 那么现在我回答有三章问题 如法得戒的态度之间上是建立以及操作移轨之内容要义 哪里得知呢 所以说得戒教育这一本 你从这个 我网路上面有得戒教育的内容 要去当戒师的人 尤其是要把他安排进去这个课程 那我们都不尝试 你就去你搜寻一下 搜寻不到的话 请这个用line加官网 line就是小老鼠at 然后呢 onefor w-a-n-f-o 那这样你的line就加进来了 加进来之后呢 你就说一下你是出家人 你需要得戒教育的内容 那么他呢会有大概有十 没有十个奖次 没有十组的话 应该也有七八组 应该跑不掉 应该是超过十组 二十多年了 我在很多戒场当中讲 有通有共有不共 你自己去找 我的建议是很早的 有些南普陀时代的 你看中间最近 大概就看三样 我都会跟那年轻人 如果他要来皈依的话 我就跟他讲说 你找我那个皈依的讲解 从最早的一种 中间的一种 最近的一种 三大象 因为时代不同 横跨都两二三十年 那当然讲法不同 那么有的 那再来就这一本 这本事实上是广本 其实是一般本就可以了 他里头有很清晰的纲目 讲解的话 基本上是依这个纲目 在讲的 特别是当年在南普陀讲的 是这样 是有的 那作为有意要在做传界的人来讲的话 最好都能够排上去 也自己要有人能够 这不难嘛 就是重点几样而已 当然包括发菩提心要弄清楚 还有一谈一谈的意义要清楚 要清楚 他其实是南山律师 有人问他 他说 那这样的话要观想得戒 最重要就是得戒体 他观想得戒体的话 法体形象固然是戒体的表述 他真正要得戒体 那观想都一样 那什么时候才得戒体 他就说 他说在菩萨界的时候得戒体 所以在得菩萨界之前 都可以一路的加强说明提醒 恢复记忆 讲得戒的概念 但最重要是在沙咪界 比丘界之前 就是巨族界 不是比丘 巨族界之前要有三五个课 三五小时的课程 我是觉得三五小时比较够 那你要缩短也可以 你自己要去缩短 所以在这本书上面就有 那至于已经 你们已经得 已经受完戒的 里头有很多种文字 包括我跟广化和尚的对答 都在里头 因为善在各处你要去看不容易 后来我都把它恢复起来 还有传界多元利弊 传界的专题专访 就是我跟新田长老 后来他继续传界 很多台湾的界场 第一 皆刚而起翻转 说他要如法传界 并且请大海律师来指导 来二部深授等等 就是新田长老 新田长老就是因为看了我 船界的多元化利弊分析 之后 他说有人在骂我师父 他讲的是指中国佛教会 那我也要来船界吧 不要被人家骂了 怎么怎么的 这样 那再来就是 船界改良厨艺 就对于船界要改良 要怎样 现在大部分改良好了 但当年我就说到了 德界的教育 是要怎么样 藉其的教育 包括今天讲这种课 都是藉其教育都有的 再来呢 船界改良厨艺之外 还讲到未来船界的兴衰 这讲的可多了 这样 然后呢也说明了戒律的三明四义 这些 那文章的部分呢 应该是戒师们理解 去吐出来 或者你自己作为你行动的纲领 但真正要讲解的话 无非就是怎么得戒 的这些操作 新衣操作 我还是觉得 还是有 几堂课会比较保险 是这样 这不过没关系啦 这都有做没做 已经都过了 那就是要知道一下 这样最好 面对新时代 AI人心不像以前 善良种种状况 那么身为 这个佛教界的青年人呢 应该和心态迎接 若在传统只是 只是学习佛法课程 早晚课 好像不太外人接触的 这个佛教环境当中 有办法适应新时代吗 这个倒是 这个可以作为 第八个理由啦 第八个 如果有这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立为第八 那就是 在传统的佛教环境 如何适应新的佛教局势 新的社会环境 这个刚好跟我的第六第七 讲的是有关 那这个呢 我们作为下一个 下一个讲次 下午的讲次来说明 帮我记一下 是 这个问题是很好的问题 那当然是 不过我可以带一下子 因为20分钟 我们把这一题先讲完好了 如法得界的态度 我这个是刚刚讲过 过去的三十年 比之前三千年变化更大 在这讯息万变的时代巨轮上 人工智慧的出现 未来人十至二十年佛教会怎么发展 怎样才会让更多人信佛 这跟第一 刚刚那个也很接近 所以是同一个问题 两个人问了 两个人问了 是一样的问题 可见大家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 是很好的 因为我们再不注意这个问题 我们未来会 我说过都是断海了 完全断层 我前天 明天 那个儒物长老原集的这个传供追思 报恩大典 我又是负责人 那我又回忆了一下 我看了一下当年广 画老而上我第一次做的那个的时候呢 来的长老 传供的长老超过二十个 超过二十个 现在要找出五个都好难 很可怕 很可怕 那断癌很可怕 那所以我们再不努力不行 那不要不努力 后代的人也会埋怨 这事情是真的很重要 那所以德界教育是要看 因为刚刚你们问了德界教育 刚好我这次带来 其实本来是讲薄的 基本厕子就可以了 就我昨天还是想讲到厚的 我忘记薄的 其实不用那么复杂的话是薄的也可以 那一般厚的的话是 他开的时间比较足 那界场开的时间比较足 我有去讲 讲着讲着 反正我今天讲你下午演练 还有空间吗 你赶快看这个文章 主委已经都已经菩萨坛登完了 当然还是可以看 也应该可以 应该要看 所以说这个呢 就有相当多的内容 是不错的 那他要理解的 他用附录的方式表现 他在附录之前呢 是有一个大纲 讲纲 在讲纲呢 会基于不同的道场 排出来的时间 长短不同 讲的是 广列不同 所以呢 如果刚刚有人问说 那在哪里 在理解的话 你就找最早期在 南普陀的 那就是最早 可以说比较没有时间限制 时间我自己排 而且他是半年 传一个界半年 我时间很多 我就很仔细的讲 这样 但是呢 中期跟后期的也值得你看 就是因为已经时代不同 我中后期我讲了不少历史 怎么能这样传界的历史 我讲 包括我刚刚提到的 新田长老 新田长老 这样 这个访问呢 在 在116页 那是跟 那是跟 广化老法师的访问 他这些和尚 就是广化和尚 那执事 是他旁边的侍者 或者是当时的 南普陀的人 的法师 那问 问就是我们杂志社的人 这是我的学生跟我 两个人 都没有写谁 就我们两个一起问这样 那 136页附录六 有一个丙三发菩提心 汇通一佛策 这是很重要的 的隐文 这个部分是 借场 要大大强调 我们是大乘佛法所在 是大大要注意的 应该是 这里呢 那 现在来强调可不可以 可以的 现在来强调 其实我这样说的 很多都是按着 菩提心的内容在讲的啦 那是必要的 那再来就是 还有一个 也是164页 甚至是道海律师亲自讲 关于船界 关于船界 有不多的样子 有不多 他也提了 我们也请他讲了 这些都很值得你留下来 然后再来是 船界兴衰戒律三明 那么再来是什么呢 有一个是我访问新田长老的 对 在这里 这就是没有和尚了 对 船界专题专访 你看 69页 所以这里有三位都圆 还没圆起 新田长老还在 这三位重要的船界长老 好 广化律师 就是 道海律师 两位重要台湾 历史未来一定会记下来的 两位律师的亲自的 手稿 或者是余稿 或者是访问稿 再来就是还在 但是它是很重要 直接实践 最新船界方法的新田长老 69页 所以这些文章都很值得读啦 也很值得再发扬一下 再重新返除一下 其他就是我这边制造 我这边写的 我说的 好 那下午的话 我们再专注 讲这个新时代适应 是有必要 那我们还会再提到 发菩提心这件事情 专题发菩提心 到新的最终总结是这个 那 这个 水月超呢 水月超会在下午的时候 做对大家做总结 也会做一个简单的导图 提醒我一下 或者写个纸条给我 这样 好 那么时间已经到了 我们先上到这里 向下文昌 富以来日回向 众生无边 事愿度 烦恼无境 事愿断 法门无量 法门无量 事愿学 佛道无上事愿成 至归于佛 当愿众生 提解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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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悟上心 自归于法 当愿众生 自归于法 身入经藏 自为如海 自归于身 当愿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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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度 上报四众恩 下祭生徒苦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生 同生极乐果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